听说史公家被班口抓走了 史家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 要不咱们把责分接回家 让他在娘家避避风陶 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接回家里怎么办呢 挺大个人顶着张大嘴 回来吃啥喝啥 有你这样当爹的 那你见过几个当爹的 该做饭了 吃啥呢 红面和了 不用炒菜了啊 撒点盐 舀勺醋挺好 你成天红面和了 你想吃啥 小姐的身子 丫鬟的命 以为自己是太后老佛爷 撒点盐 放下说 当爹的 公子 一样 他把你拒绝了 他把你拒绝了 你这种拒绝了 小姐 大掌柜的 徐师傅那边怎么样了 郎中先生说 徐师傅性命无忧 就是将来可能站不起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保全也没有大师傅 那也是难以支撑的 小姐 现在关键的是 要救出咱东家 救我爹 怎么救啊 我呢倒有一个想法 尽管这是一个险局 但而今眼目下 我们只能铤而走险 要再烫一次浑水 你的意思是 借用霍卫两家的陈酿 勾兑成贡酒 已经铸成大错 咱们就以错将错 把实情告诉两家的东家 这 小姐 一旦霍家魏家 知道自己家的陈酿 勾兑成贡酒 他必然要争 御酒的民分 说不定 他还会和咱使家一块 把这场官司 跟府台打到底 他要让天下人知道 他们家的酒也是御酒 而我们确实 在贡酒的酒坛上 贴上的是老白青 那么这个官司 即便是打到皇上那去 咱们也牢牢地占了这个链 当然 这样一来 在天下人心中 那玉酒就不是宝权义 而真正的玉酒 就是金山村的老白青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为了稳妥起见 我带着大殿的银子 去找傅师爷周旋 如果他们放了东家 那自不代言 如果我此次去不见灰阴 小姐 您即刻将实情 告诉我魏良家 好 事不宜迟 你带的银子赶紧上路 越快越好 好的 我这就去准备